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康特的计划中 妈妈此时是不可能出现在阿祖法身边的 因为她知道阿祖法对妈妈和表妹吉尔纳还心存恨意 康特的目光迅速扫射一圈 当看到表妹吉尔纳后 她瞬间全明白了 肯定是这个多事的表妹把妈妈带过来了 此时的阿祖法脸色阴沉 显然非常生气 康特的心里顿时乱成了一团麻 一边是妻子 一边是妈妈 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康特感到无比的无奈和焦虑 她知道阿祖法的脾气 一旦真的动怒 后果不堪设想 而妈妈又是她的至亲 她不能不顾及妈妈的感受 在这个关键时刻 康特左右为难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此时 吉尔纳手里还抱着凯撒 这使得康特更加生气了 她觉得吉尔纳完全不懂得考虑后果 总是随心所欲的行事 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康特现在也只能把气都撒在表妹吉尔纳身上了 因为妈妈和老婆她都惹不起 康特狠狠地瞪着吉尔纳 眼神中充满了责备和愤怒 哪怕是在阿祖法面前演戏 也要好好教训一下吉尔纳 她不能再让吉尔纳继续这样下去 必须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康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她既想维护家庭的和谐 又不想让任何一方受到伤害 她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家庭的矛盾将会越来越深 吉尔纳带着康特的妈妈来到阿祖法面前 他们想与阿祖法和康特一起建造房子 然而阿祖法坚决不想让康特妈妈和表妹吉尔纳住在这里 过往的种种不愉快如影随形地在她脑海中浮现 那些曾经的争吵与矛盾仿佛还在眼前 此刻阿祖法只盼着康特妈妈和吉尔纳叔叔离开 不想让他们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次困扰 阿祖法的表情严肃 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拒绝 她冷漠地说道 我不想你们住在这里 过去的事情已经让我收够了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这斩定结体的话语 让康特妈妈和吉尔纳满心失望 康特在一旁看着 心中焦急如焚 她深知阿祖法的脾气 对于康特妈妈提出的一起居住并建造房子的请求悲剧 她并不意外 康特不想让阿祖法再生气 她明白若继续僵持 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于是康特决定先把妈妈和吉尔纳赶走 再从场记忆 阿祖法的心中渐渐涌起对康特的不满情绪 当初 阿祖法明确表示 不让吉尔纳过来看孩子 可康特却违背了他的意愿 还是将吉尔纳带了过来 如今 事情的发展正如阿祖法所担任的那样 而康特的这一行为 肯定会导致妈妈以后经常过来闹 阿祖法的内心充满了忧虑和不安 他原本期望着家庭能够保持平静与和谐 可康特的举动却打破了这份宁静 他开始怀疑 康特是否真正理解他的感受 是否真的在乎他的想法 阿祖法回想起过去与康特妈妈和吉尔纳之间的种种矛盾 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如同沉重的枷锁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害怕再次陷入那样的困境 害怕家庭再次被争吵和冲突所笼罩 阿祖法的不满不仅仅是针对康特的这次行为 更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的担忧 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妈妈可能的频繁来访 也不知道该如何在这样的压力下维持家庭的稳定 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种困境 一方面不想与康特产生更大的矛盾 另一方面又无法忍受妈妈和吉尔纳可能带来的麻烦 阿祖法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他开始思考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和未来的走向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阿祖法需要康特的理解和支持 他希望康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弥补他的果实 同时他也需要自己保持冷静和理智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以避免家庭陷入更深的危机 请不客续 我的工作人是 믿过的 我的工作人是做的 我 mommy冨和ク杀 我有一个工作人是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融通的工作人是做的 我的工作人是做的 我我要做的工作人是做的 你又要做的工作人 我需要做的工作人